这个当红女星 为了见隔壁心爱的男人 竟然不顾生死 准备从50层楼高的阳台爬过去 原来就在昨天 刚爱上都教授的签送一 忽然间得知 都教授竟然要卖掉房子 准备离开了 于是 一脸蒙圈的他 准备找都教授问个清楚 可谁曾想 不管他如何敲门 明明在家的都教授 就是不给他开门 而当他看到 都教授竟然连之前的门密码 都换掉了之时 他彻底的傻了 他不明白 几天前还轻轻握握的都教授 怎么会变化如此之快 于是 为了搞清真相 本就比较虎的签送一 决定从几百米高的阳台爬过去 然而 就在他冒死爬到一半时 该死的电话却响了 童敏俊 听到原来是都教授 要约自己见面 刚才还吓得腿发抖的千松一 瞬间兴奋了 于是 为了这次难得的约会机会 千松一拿出了走红毯的标准 不仅一口气试了几百件衣服 更是化了三遍不同的妆容 最终在都教授 足足等了三个小时后 才闪亮登场 然而 看着都教授的冷漠态度 傻傻的签送一 却还没感觉到异常 一路上的他不仅还傻傻的安慰都教授 自己本身就擅长异地恋 不管他去哪里都不会影响到他们 更是害羞的疯狂暗示都教授 如果他愿意 自己其实是可以马上结婚 并退出演艺圈的 然而此时还幻想着未来的千松一 还不知道今晚将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果然 当看到理想中的约会地点 从浪漫的餐厅变成了一个全是古董的博物馆时 千松一这才意识到异常 而都教授接下来的话 就更是让他彻底懵圈了 听着都教授 不仅就是那个 十二年前救过自己的男人 更是一个活了五百年的外星人 千松一本就不够用的大脑 彻底死机了 此时的他 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决定赶快离开这里 结束掉这场噩梦 土兵忠男鬥私 土兵私 土兵官 我们土并人當心 जılı每尤情 简附ように 土兵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